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带大家念过一段 在憨山大师呢 最刚开始要跟我们讲到的就是告诉我们 生存在这个错综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缩剖世间呢 可以说是前途茫茫啊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因应这个世间 让我们能够创造出一番宏伟的事业 让我们的人际关系能够得到一个融洽 融合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圆满呢 在里面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门 一个功课 一个妙方 那就是忍辱 柔和 我们知道柔是可以克刚的 不管遇到任何的挫折 困难呢 只要我们用柔和的态度去面对它 那么事情往往就会有所转机 甚至于我们的人缘 我们的因缘也会随之改变 那在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 就是安分度时光 这里讲的安分呢 是告诉我们要很积极的 很精进的去面对我们人生的功课 所谓在佛门里面有所谓的四正情 这四正情呢 第一个就是要以生恶令断除 第二个 未生恶要令不生 第三 以生善呢 要让它增长 要令增长 第四 未生善 要令它升起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依照这个四正情呢 好好的去学习 去实践 那肯定是可以增长我们的善因善缘 那在接下来一段呢 韩山大师有跟我们提到 修将自己心甜媚 莫把他人过失扬 谨慎应酬无懊恼 乃凡做事好商量 我们在人与人相处之间呢 千万记得 不要昧着我们的良心 去算计别人 去陷害别人 我们应该要实时的记住 你大我小 你对我错 你好我坏 你乐我苦 这样的一个信念 更不能在背后呢 去过分的去张扬别人的过失 如果我们能够有多一份的体谅 多一份的包容 乃至于去劝解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但能够让他改过向善 反而可以让我们彼此之间 有更好 更善美的因缘 而不会造成更多的怨恨 接下来一段呢 从来一奴玄仙段 每见刚到口已伤 惹祸只因咸口舌 招欠多为狠心肠 在人世间有很多的灾难祸端呢 很多都是因为口舌所引起 有句话说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但是往往就是在这当中呢 衍生出非常多的风波 我们都知道 一眼以心邦 一眼以丧邦 我们真的对我们的口舌 不可不谨慎 所以呢 在这个《便以长者子君》里面有讲到 心能够调和 能柔和 谦让尽顺 进而呢 要学习来诵读经典呢 这呢 是人当中最为尊贵的 最为了不起的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 憨山大师要跟我们说些什么 里面记忆提到 是非不必真人我 彼此何须论短长 事事由来多缺陷 换去焉得免无常 我们在做人处事当中 彼此之间 不要太多的这种比较计较 我们在这个处理是非呢 很重要的几个观念 第一个 要能够不必是非 更要不说是非 还要不传是非 最后呢 要能够不怕是非 如果我们能够如此的 来面对这个世间的是是非非的话 那是非有奈我们有何呢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憨山大师后面跟我们提到 失些亏处缘无碍 退让三分也不妨 春日才看阳柳绿 秋风又见菊花黄 里面也很清楚的跟我们说到说 在我们生活当中 吃亏其实就是占便宜 一个让步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世间的生死轮回 深处一灭 它兴衰是会有交替的 万法没有所谓永远不会改变的 在《白玉经》呢 里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故事 它里面就讲到 有一个父亲呢 他要招待这个远来的客人 那就跟他的儿子说 哎呀 你呢 就去街上呢 去买一些饭菜 来招待招待我们这个贵客 这儿子呢 一听 哎呀 非常欢喜的 就到街上去买 就等着等着 这爸爸就觉得说 哎呀 这儿子呢 怎么出门了这么久 还不回来 那呢 我呢 去街上看看好了 顺道呢 再来加一些饭菜 这时候呢 他就在这个路口啊 看到了他的儿子啊 怒气冲冲的 跟这个 跟一位男士呢 面对面的站着僵持着 他的爸爸就说 发生什么事了 儿子说啊 爸爸 这个人呢 不肯让入啊 所以呢 我打算跟他呢 在这边僵持 看谁赢 是他先让我 还是要我让他 这个爸爸更厉害了 这爸爸就说 来吧来吧 儿子 你把饭菜呢 拿回去招待我们那些客人 这个位置呢 换爸爸来帮你站好了 看谁呢 这个能够赢得 今天的局面啊 是他让我 还是要我让他 所以你看 父亲跟儿子 都是这样的鱼匙啊 我们说 让一步 难道 这个就不能够 为彼此得到一个 这个就要为彼此 来争个输赢吗 如果说 我们肯让一步 那么 退让 其实 就是一种占便宜了 如果我们一步 都不肯让 那我们就能够 得到快乐吗 我们 就能够得到欢喜吗 所以我们希望说 为了我们的儿孙 能够留一个 好的榜样 我们凡事 都要能够柔和 要能够宽恕 要为我们的子子孙孙呢 来培植 我们的福德姻缘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荣华总是三金梦 富贵还童九月霜 老病死胜谁替得 酸甜苦辣自承担 我们知道 人生如过客 世间的荣华富贵 都像是半斤的梦 在这个半夜三金的 美梦醒来之后呢 什么都没有了 很快就消失了 所以呢 所有的生老病死 酸甜苦辣 都是要靠我们 自己去承担 所以在这边 我们奉劝 我们每一位 我们真的不需要 为了一些 短暂的荣华富贵 而真的彼此呢 这个厮杀 甚至于呢 把我们的法生会命 都给赔了进去 接下来 憨山大师 又在告诉我们 人从巧记夸林地 天字从容定主张 产去贪嗔堕地狱 公平正直及天堂 做人呢 不要自以为聪明 其实人算不如天算 我们再怎么算计 老天都自由主张的 因为因果定律 是无所在的 每一个人 都是没有办法 去违背因果的 接下来 我们呢 看到 摄音相众 身心死 残为 斯多命早亡 一记养神 平未散 两种 和气 二成堂 其实这一句里面 最重要的是 告诉我们 面对世间 生命 有许多的 好与坏 但是记得 我们最终 还是要 具足一份的信心 甚至于 要养神 更要和气 和善地 来处理 来面对 那最后呢 要跟大家谈的 也是憨山大师 在最后 一再叮咛我们的 生前枉费 心千万 死后空持 守一双 悲欢离合 招招闹 受药穷痛 日日忙 修得 增强 来斗胜 百年 魂事 细文长 请客一身 锣鼓歇 不知 何处 世家乡 我们先跟大家 分享一个故事 过去呢 有一位宦官子弟 为了要 扩建房子 来修一面墙 那邻居呢 就觉得 嗯 你侵占到我的土地了 他也觉得 不是 是邻居 侵占我的土地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两户人家 就 争执不休 还闹上了 这个朝 这个朝廷啊 这时候呢 这个宦官的弟子啊 就觉得 不行 我呢 爸爸呢 是一个做大官的 我怎么可以让我的邻居来占便宜呢 于是呢 他就写了一封家书啊 然后寄给他做大官的父亲 希望他的父亲呢 用他的这个权力权势啊 把这个邻居的土地呢 给要回来 当他爸爸呢 收到了这一封信啊 一看 哎呀 儿子是为了这个土地啊 千万里来送这一封的家书啊 所以呢 这个爸爸 他就写了一首诗记啊 送给了他的儿子 他爸爸里面就写到 万里修书只为强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金犹在 不见当年勤 始皇 他跟他儿子说啊 你万里的血信给我 就只为了这一道墙 其实你让他三尺 又有何妨呢 干嘛这样子斤斤计较呢 你看万里长城 现在依旧是存在着 但是呢 当年呢 差是风云的 非常的这个 这个非常豪迈雄伟的 秦始皇 现在究竟去了哪里了呢 所以当家人收到这一封信之后啊 就心生惭愧啊 自动的把这个墙旁边的后院啊 让出了三尺 这邻居一知道之后啊 他更是感动惭愧 他也觉得说 他都家里让出三尺了 那么我们家呢 也一样要让出三尺 所以呢 这三尺又三尺啊 这六尺相啊 就因为这样子而成名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一篇的行事歌呢 我们知道 人生不过就是一场戏 对于很说的 很多的这种大小事呢 我们不要太过于计较 不要争强斗胜 互不相让 最后呢 导致两败俱伤 如果我们还是一直执迷不悟的话 那么我们想想 我们未来的业 不知道要带我们流转到何方 最后呢 我们更希望 期许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来扶持 互相的来提息 要彼此珍惜彼此的善因善缘 最后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福会聚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